鱼池香共和村常聊委是成仇阿嬤出生的地方 今天社区举办回娘家庆生会 各社区带来精彩的表演 欢迎她回娘家 最近我四十回时 有一个先人告诉我 我九十回回来拜会业务 想不到乡丁丸跟我扮到这张 很感谢 我不知道要怎么付出 所以这个中间的时候 我会更拼命 来自普里与此的乡亲 知道成仇师父回娘家 都一起前来长聊委祝贺 希望跟随她的脚步 持续行善 阿嬷把我们疼痛 也疼痛重生 所以我们应该要对到阿嬷的脚步 好好来做事情 让我们家庭越来越好 让我们保利越来越好 可以说历史记录里面 不要这么高 但是因为阿嬷要在过程中 早上我们就看到一头 可以说出现了新希望 新的阳光 来年 每一年 我们相信我们的台湾 阿嬷跟我们的大家的祝贺之下 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未来 今年陈仇师父高龄九十岁 社区安排放天灯的仪式 祝福他长寿 也迎接新的一年 今天专程在后面 用这个祈福天灯 希望大家来 都去请个名字 写个祝贺之后的会儿 给我们阿嬷 把我们的祝福 带给上天 知道 让他知道说 我们希望 像阿嬷上面有写一个 风条雨顺 风条雨顺 对阿嬷下来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然后平平安安 长辽委为陈仇师父 来切蛋糕祝寿 也举办平安餐宴 迎接新年的来到 因为大家的祝福 让陈仇师父更有力量 做更多的善事来回馈社会 记者发红昆南投线采访报导